第五卷第二章 落日楼头 飞飞细于止时 拓拔也终于赶上了 纳鲁将军的真兵部队 与师妾的妖娆芳香 尚营绕在他鼻息 但他却不敢分心思念 名神俱义 御风穿行 远远的紧随其后 生怕惊动了耳目警觉的真兵 火族真兵连夜行军 马不停蹄 直到一日凌晨 才在某山谷的河边稍作休息 引马歇息之后 又匆匆的上路 这次便不再丝毫停息 拓拔也尝着天色黑暗 火族探兵依立蛇行之时 突然追上最末一名探子兵 将其击昏 然后迅速换上他的帽服 策马追上前行的部队 那龙马对拓拔也 珊瑚迪 内散溢出的气息 颇为的精具 不敢私明反抗 服帖即行 那真兵的衣帽甚是独特 即将整个脸面全部照住 只露出双眼与鼻孔 盖为侦察之时 防止被人认出 败之所赐 拓拔也穿上这衣帽之后 其他真兵却也辨别不出 有人招呼 他便点头含糊地回答 一路之上 众人匆忙赶路 竟没露出丝毫的马迹 第二天接近晨午的时候 真兵已经越过火木两族的边界 回到火族领土之内 越过那巨大的石碑之后 众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令官挥齐势意慢行 拓拔也心中却是焦急难耐 恨不得历时插翅 飞到那凤尾城中 众人缓行一阵 再马上吃了干粮 喝了些水 这才重新策马即行 到了下午 众真兵终于奔到了关道之上 道路平坦奔驰越快 两旁山丘渐少 卧野千里 村庄兴罗齐步 人际越见稠密 微风吹来 麦浪道香 道旁杨树沙沙作响 白絮飞扬 拓拔也久未见着 这等平和美丽的田园景象 心中紧张牵挂之意 稍稍的放松 突然背后 赤鹤之声大奏 提声秘籍 一声怪异至极的号角 破空奏响 有人喝道 让开让开 回头望去 却是一队 百余人的骑兵 急速奔来 人人 红衣紫帽 坐下怪兽 尽是烈焰麒麟 瞪目嘶吼 四提如飞 最前一人扛着长旗 火正二字 鲜红跳跃 直欲 迎风怒舞 真兵连忙朝两旁臂 躲避 甚急 一个探子勒不住龙马 哀咬一声 大叫 被抛下马背 压倒了田里的一片稻子 那群麒麟骑兵 是哈哈大小 热浪狂风也似的席卷而过 瞬息之间 拓跋也感受到一股 极为凌厉 威霸的真气 破面而来 受那真气所及 他经脉内的护体真气 也突然战爆 忽然想到眼下的身份 历时巨异丹田 将真气尽数收敛 只见一个红袍男子 擦肩飞驰而过 移了一声 转头朝他瞥来 目中金光大盛 那威霸的真气 赫然便是从他身上 散发出来 想来也是感应到 拓跋也身上的真气 颇为起疑 拓跋也心下一鳞 故意装作 畏惧猥琐之态 那男子微微皱眉 又瞥了他一眼 灰身急驰 右袍扎在腰间 空空荡荡 竟是独臂人 麒麟骑兵 狂飙也似的 从夹道中呼啸而过 刹那间 已经遥遥的远去 只剩下 满天烟尘 滚滚散步 带得他们不见踪影 重探子兵 这才重新的聚拢 策马即行 拓跋也旁边的一个探子 似乎愤愤不平 咕弄道 邋遢奶奶的 火正兵 便这般了不起嘛 每次都得给你先让行 拓跋也含糊道 辣遢奶奶的 退小看咱们了 那个独臂人是谁啊 那探子 压抑的瞪着他一眼 道 辣遢奶奶的 你是乡下来的 火正仙 无悔 你也认不得吗 拓跋也笑道 原来是他 但心里依旧不明白他是谁 直骂辣他奶奶的 正说话间 身后提升秘籍 又有数百计 风驰电掣的追降上来 回头望去 巨士蒙面尽装 与他们装扮并无二致 想来也是火足真兵 果不其然 双方似是颇为熟人 相互招呼 那为首的一名 红衣银带汉子 呼喝声钟 纵马奔到 鲁将军旁 并肩即行 拓跋也 宁神倾听片刻 陆陆续续 听得前因后果 原来 这后来的红衣汉子姓谦 也是火足真兵将军之一 与鲁将军 是颇有交情的老友 此次火足 圣碑失窃之后 族中大乱 赤炎城长老会 圣怒之下 竟将火神 祝容囚禁 并限期 寻回圣碑 自昨日听闻 列侯爷 在凤尾城郊 寻得空丧转世之后 大长老 列弊光盛 便火速下令 十三路真兵 赶至凤尾城后命 除了鲁将军部之外 已有数千精锐真兵 四面八方赶赴而去 又听鲁将军提到 那独臂人无回 拓跋也心下一脸 更是宁神灵听 原来 那无回 乃是火神祝容之地 也是族内 仅次于祝容的 神职高官 火正仙 排名火足七仙之首 所率火正兵 专司神职兵士 护卫神器 降伏圣寿等等 那无回 沉默寡言 但对部下 却颇为的骄纵 事已 那鲁将军 与千将军 都对他颇为不满 道德奉尾成败的时候 太阳已经 西斜大半 山谷环河 碧树如云 那火红色的城墙 掩映在 护城河边的密林之中 护城河 清水如带 环绕不绝 吊桥高悬 城门紧闭 城楼上 彩旗烈烈 鼓舞招展 凤尾城 乃是火族 与土族的交界城邦 由此往西北树里 便是土族的领地 相传当年 火族圣鸟 烈焰凤凰 飞经此处 掉落两根凤尾 便为两株 硬壁树里的巨树 视为凤尾树 乃大荒 绝无仅有 八百年前 火族赤地 封着两株凤尾树 为圣树 这凤尾城 也因此成为 火族六大圣城之一 事宜 虽然地形 不是非常显要 但素来 为火族所重 此时城外 护城河的外岸 帐篷遍布 井井有条 一共十三路真兵 三千余众 都已经日夜 坚城 赶到后命 大荒五族 水火两族的 真兵系统 最为的庞大 火族共有 两万真兵 除了驻扎在本土的 一万两千名之外 还有八千名 隐藏在四族境内 即使打探一切消息 真兵独立于军队之外 仅听命于赤地 于太长老 此次城外 竟齐齐地聚集三千的真兵 足见火族 对圣碑 与空丧转世一事的谨慎 鲁将军 与那千将军 将部下安置好后 策马扬鞭 竟自朝中心大帐奔去 那里正是十三路真兵 降领的临时集合地 真兵纪律严明 虽然数千人交错安扎 却是井然有序 既然无声 除了风霄马鸣 竟没有丁点的声音 拓跋也随着众真兵 迅速地搭起帐篷 而后按序列队休息 静候命令 拓跋也 与那中心大帐 隔得太远 虽然宁神倾听 但终究没有顺风耳 只能断断续续 听得知言片语 那十三个将军 都颇谨慎 不敢多言 听了半啥 竟还没有适才 在路上道听得多 只好作罢 当下索性四下跳啊 观察地形 凤尾城坐落山谷之中 四处可以藏壁 逃逸的地方颇多 那城墙不过四丈来高 前面又有层层密林 自己若要强行跃入 或是从城中掠出 也是轻而易举 但不知城内 究竟有多少敌人 眼下又不知千千的下落 若强行闯入 打草惊蛇 反倒不好 完全之际是 先借机混入城中 循着千千之后 再挟起闯出重围 记忆已定 收敛心神 静观其变 过了片刻 心中又开始挂念千千 不知他陷在城中何处 可曾吃了苦头没有 正在胡思乱想间 只听凤尾城楼上 有人吹奏号角 长声呼道 猎猴也有令 请十三将军进城商议 城门栩栩打开 吊桥也缓缓地放了下来 中心大仗内的十三个将军 大步奔出 纷纷翻身上马 策马列队 朝城中行去 拓跋也心中一动 此时正是天赐良机 脑中疏然闪过一个念头 不及多想 立时翻身上马 策马狂奔 口中喊道 鲁将军 鲁将军闻声勒马转头 见来人乃是四己部下 沉声道 什么是 拓跋也奔到他身侧 低声道 属下有极为重要的事 禀报 鲁将军瞧了一眼 便勒马步前 压然回顾的十二位将军 咒眉道 等我从城中出来再说吧 拓跋也道 那就来不及了 是关于圣碑的消息 鲁将军面色微变 犹豫刹那 但邀领齐功的念头 瞬息间便占了上风 当下回头抱拳道 诸位将军还请暂留 鲁某马上赶来 当下随着拓跋也 策马奔入南策密林之中 拓跋也绕过一块巨石 确保众人已经绝技瞧不见了 这才翻身下马 故作神秘道 将军 属下发现 那圣碑 原来还在赤炎城内 那鲁将军吃了一惊 道 什么 拓跋也屈身上前 似乎要赴耳相告 鲁将军弯下身 刚探过头去 呼绝腰上 头上 奇奇一麻 灯石眼前一黑 人事不知 拓跋也低笑道 奶奶的紫菜鱼皮 我要是知道了 还能告诉你吗 迅速地将他身上的衣服 拨了下来 套在自己身上 戴好帽子 蒙起脸 整罐束带 然后将那鲁将军 横绑在龙马背上 重重抽了马屯一边 龙马吃痛 长丝声中 羊蹄狂奔 转眼消失在密林的身处 拓跋也翻身上马 不紧不慢地 从密林中出来 十二人急着进城 心中坠坠 不宜有他 那千将军道 老鲁 快走吧 他口中含糊 咕弄一声 随着那十二人 匆匆朝城中奔去 方府奔进城门 便见一条宽约三丈的 青石板大道 笔直朝鲜 直抵一个颇为开阔的 中心广场 那广场正中 是两株极为巨大的怪树 虽然高不过四丈 但那应该甚是密集宽阔 方圆近百丈都在他硬壁之下 树干清黑巨大 树叶片片修长火红 犹如凤凰尾一般 随风摇曳 在夕阳映称之下 宛如漫天烈火 熊熊燃烧 广场周围 乃是井然有序的街道 以及高矮参差的民居 广场东面 一座三层的青木塔楼 巍峨矗立 眼角弯弯 破云而去 眼下数百盏 琉璃灯在风中摇曳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街道两旁 都是红衣白刃的火族士兵 所有的居民想来 都已接着禁令 闭门不出 就连猫狗也绝少见着 广场西侧 路上见着的 那百余名火证兵 骑在麒麟上 四下张望 他们脸色已经颇为不耐 但似是对此处某人 也颇为的畏惧 一扫先前张扬嚣张之态 没有丝毫言语 拓跋也心中一鳞 那独臂人无悔已经来了吗 想到那人真气极强 是个高深莫测的大敌 倘若有他在此 要救走千千 只怕又多了许多困难 心中灯石起了谨慎之心 众人骑马行到那塔楼前 纷纷翻身下马 将将绳交递于上前的士族 掌顿衣冠朝塔楼大门走去 楼中士兵倒是不多 一楼大厅只有八个红衣汉子 立在四角 身高九尺 不苟言笑 腰间长刀紫壳黑饼 大领之气逼人而来 拓跋也想起士才在路上 险些因为暴涨的护体真气 被那独臂人无悔 看出破绽 当下不敢怠慢 历时凝神敛气 气沉丹田 随着众人小步 朝楼上走去 走在楼梯上 拓跋也意念几句 四下感应 刹那间 探到楼上 当有七人 分裂四周 其中三人 真气极为的霸裂 充盈周围 另有一人空空荡荡 真气若有若无 刚登上二楼 便听见一人道 大家辛苦了 请入座吧 众人提声道 多谢侯爷 寻序在边上 长椅中坐下 拓跋也信道 这便是那个 猎侯爷了 悄悄一瞥 只见那人 是个二十一二岁的 年轻男子 紫衣红带 颇为高大 坐在椅中 亦有六尺鱼膏 红色的落腮胡子 一双虎目 炯炯有神 看来极为的威吗 那猎侯爷坐在北侧 左边是一个红衣少女 坐在阴影之中 面色苍白 但绿色的大眼睛 如春水波荡 相貌极美 但却如风中若柳 娇小盈弱 满脸倦怠 以及的神色 少女身旁 做了一个身形矮胖的男子 满脸堆笑 颇为和蔼可亲 眼光转扫间 偶有金光暴闪 西面临窗处 坐的正是那独臂人 吴灰 身后站了两个火正兵 满脸傲色 吴灰周身 红衣被阳光照得金光闪闪 目无表情 冷冷地望着南侧 拓跋也顺着她的眼光 朝南望去 心中矩阵 险些便要喊出声来 一个紫衣少女 软软地坐在长椅上 西灰斜照 沉粉漫舞 发病凌乱 翘脸上满是沉怒怨恨 那眼角的一滴泪 自在阳光中 泛着炫目的光泽 嘴角挂着冷冷嘲讽似的微笑 不是谦谦又是谁呢 自那夜她哀痛自尽之后 迄今已有粤鱼 这短短的粤鱼时间 当真有如隔世 此刻终于又见着她 活生生地在自己眼前 那称怒之态如此鲜活 如此真实 仿佛从前生气时的样子 刹那间心中狂逃怒选 欢喜 愧疚 难过 奇奇勇奖上来 将自己吞梦 见她脸容憔悴 泪自由在 也不知这一路上 吃了多少苦头 受了多少委屈 拓跋也心中大痛 寸道 好妹子 无论如何 今日我也要将你救出去 猎猴也道 三高堂 孔怀东 你们当日不是见过 那盗走圣碑的空丧转世吗 瞧清楚了 可是她吗 声音真气充沛 啥是好听 十二将军中 两个汉子应声而起 端详了千千片刻 行礼道 侯爷 就是她 绝技错不了 千千柳门一树 冷笑道 我有见过你们吗 瞧你们长得这般丑恶 若是见过了 想忘也忘不了 那两个火正兵喝道 妖女放肆 猎猴也将手一摆 温言道 姑娘 我请你到此处 并无恶意 只是想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若你真是清白 更无需害怕 千千哼了一声道 将我封闭 将我封闭经脉 困在这里一天一夜 恐吓威胁 还说没有恶意 当真可笑 别这般兴兴作态 哄骗我 姑娘见过的世面 多了 猎猴也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般古灵精怪 我骗得了你 我骗得了你吗 千千套 知道就好 瞧你 也不是傻瓜 我早告诉你了 我两个哥哥 一个是龙神太子 一个是青帝转世 厉害的锦 识相的话 就快将我放了 否则 他们追到这里 你就有得苦头吃了 拓拔也听他说到自己 心中激动 那愧疚爱怜之意 随着周身热血 直达猴头 几乎便想立石出手 猎猴也笑道 我不威胁吓唬你 你也别威胁吓唬我 咱们心平气和的 将事情说得一清二楚 若真不是你所为 我马上放了你 再给姑娘 好好赔礼谢罪 千千听他说的客气 便哼了一声 猎猴也沉吟道 姑娘 你所成的那只血雨鹤 可是空丧仙子的吗 千千道 是又怎样 猎猴也笑道 那可不妙啊 那夜有人瞧见你 骑着血雨鹤 在金刚塔上盘旋 单单人掌的相像 那或许是巧合 但血雨鹤 乃是少见的圣物 要寻着一只 一模一样的 可不是件容易事啊 千千探讨 瞧你长得挺聪明 怎的却是个海瓜脑袋 要想信口词谎 栽赃 别说是一只血雨鹤 百十只都编得出来 他口齿凌厉 语音清脆 虽然啄脑生气 但说起话来 依旧说不出的好听 拓跋也听得 忍不住微笑 这小丫头 口尖嘴利的 想要在辩驳中 讨得她的便宜 那是难了 但瞧那猎猴爷 似乎毫不生气 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爽朗真挚 心中不由对此人 生了些许好感 那吴回忆 突然冷冷地说道 猴爷 证据确凿 不必听她叫来了 圣帝三个月后 便要出关了 眼下当务之急 是问出圣碑的下落 那猎猴爷 眉头微微一皱 正要说话 身边的红衣少女 淡淡地说道 事关重大 倘若果真 不是她所为呢 我们去哪里 寻那圣碑 她的声音 也如她人般 娇气淡雅 仿佛一阵风吹来 每个字都会吹散一般 吴回道 阿郡主 她自己早已招任了身份 大家又都曾亲眼瞧得分明 那还错得了吗 孔怀东点头道 属下火墓修行了二十年 黑夜中墓室十里之外 千好可见 这姑娘 就是盗走圣碑的空丧转世 绝迹错不了 那孔怀东 肃以为人 耿直著称 听她这般说 众人都微微点头 大意为然 八郡主淡然道 这可奇了 她的武功法术 这般不济 在城郊 被我大哥守到秦来 挣脱不得 以这等身手 要从赤岩城金刚塔 盗走圣碑 那不是笑话吗 前前怒道 臭妖女 你才不计呢 姑娘我昨日累了 不小心中了你们的圈套 否则 凭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 能困得住我吗 吴回道 有了雪与鹤 飞上塔顶轻而易举 如果再有内影 即便武功法术 稀疏平常 也能道具 八郡主促眉道 内影 那日塔内 由祝火神镇守 难道 你认为是他吗 吴回冷冷道 我自然希望不是 祝容虽然是我大哥 但此事关系太大 如果当真是他 我也绝技饶他不了 鱼器斩钉截铁 凛然正气 那笑脸可居的胖子笑道 人说火正仙 执法 严明公正 今天看来 果然不假 起身道 不过 郡主所说 也有道理 此事 牵涉太广 只怕 有一个极大的阴谋 藏匿其中 咱们需得 仔仔细细问清楚了 可不能冤枉了 忠良 他这一捧一包 巨师两边都没有得罪 猎猴也道 说的是 手上一抖 展开一幅羊体纸 那上面 用七彩彩笔 描画了一支琉璃杯 鼠吴特别指出 只有杯中 似有一点火苗跳跃 猎猴也道 姑娘 这支杯子 你见过吗 牵牵 瞥了那羊皮纸一眼 翘脸上 疏然闪过 诧异之色 众人见他神色 心中都是猛然大震 便连拓跋也心里 也突然一沉 暗呼不妙 牵牵道 自然见过 我交给 雷泽成的雷神了 什么 此言一出 如雷霆霹雳 众人同时 豁然起身 面色大变 一时之间 空气仿佛突然的冻结 连彼此心跳 呼吸之声 都清晰可闻 拓跋也心中震撼 但要他认为 千千平白 道走圣杯 宋雨 素不相识的雷神 他却是绝技不幸 想到当日在驿站中 听闻千千 为雷神献上 墓足盛气 长生杯 突然心中一动 隐隐觉得一种 不祥之感 如浓雾 缓缓地笼罩而来 千千 见他们这般表情 似乎觉得 十分的有趣 竟然咯咯笑 讲起来 道 这是墓足的长生杯 自然是给墓足中人了 你们这般激动干嘛 众人恶然道 长生杯 拓跋也闻言更是震撼 脑中一云密布 但一时之间 却是迷乱不已 无悔冷冷道 妖女 现在狡辩太迟了 雷神要你盗走圣杯 究竟有何居心 火族与墓足 素来有瓜葛 四百年前 曾为三成八百里 江土血战二十年 各亡数十万人 结下身仇 若非后来 神农地竭力调和 这争端还要持续下去 自水族与墓足交好之后 火族对两族的猜忌 疑虑之心更胜 神地驾崩 虽然暂无干戈 但彼此防范之意 却是日渐分明 眼下听闻千千 将火族圣杯 盗献墓足雷神 而这圣杯 又与三个月后 赤地出关之事 息息相关 众人心中 怎能不惊惧忧急呢 拓跋也虽然 不明白此中的关节 但瞧见众人脸色 也能猜到大概 脑中飞转 按条真气 随时准备出手 千千对他颇为厌恶 故意奄然一笑道 一条腿 想知道吗 我偏不告诉你 那两个火正兵大怒 喝道 妖女找死 踏步上前 便遇横家教训 呼听猎吼也喝道 给我退下 这一声大喝 如焦雷崩爆 众人都吃了一惊 那两个火正兵 更是大汉 急忙退了回去 猎吼也冷冷道 火正仙 你的部下在这般没上没下 可怪不得我烈言不客气了 他昂立阳光之中 紫衣鼓舞 眼神突然变得极为的凶猛锐利 仿佛天神一般 威势凌人 无回头 抬也不抬 冷冷道 猴爷对敌人温柔 对自己人却这般威风 猎猴也沉声道 姑娘 此事关系重大 对你自己影响也将极大 希望你原原本本的说给大家听听 众人听闻圣碑落入雷神之手 都有些方寸大乱 彼此之间远就有些嫌隙 在此非常关头更加的激化 拓跋也信头 此刻众人心浮气躁 彼此又起了嫌隙 正是脱身的良机啊 当下缓缓调动真气 传音入密道 好妹子 我是拓跋也 千亲文言大振 全身虽被封闭经脉 难以动弹 却如秋风中的树叶般 速速的发抖 眼波突然迷蒙 四下流转探寻 一颗泪水疏然划过脸颊 翘脸上欢喜 愤怒 凄凉 忧怨 哀怜诸多神情 瞬间转换 脸色苍白 又转烟红 古怪至极啊 拓跋也心如针扎 愧疚怜 传音道 好妹子 你不用着急 我马上救你出去 正要运气准备 顺息救人 雪亭千千突然脆声声的 咯咯笑道 红胡子 你想知道实情吗 那我便告诉你吧 那琉璃圣火碑 确实是我盗走的 只怪你们的守卫 太差劲 那破碑子 留着也没用 我就索性 送给那个雷神了 你们 若想要 只管 去向他拿吧 众人听他突然改口 聚集 亚抑 猎侯爷面色一变 甚为意外 那八郡主 也轻轻疑了一声 只有无悔 目无表情 冷冷地望着千千 拓跋也 也是猛吃一惊 不明白千千 何以改口 自现困境 细料 更为出奇的事 还在后道 千千咯咯咯笑道 你们猜的没错 我确实有了个帮手 那 便是他 束手默然 朝拓跋也指去 拓跋也措手不及啊 心中惊异赫然 只见众人眼光 齐刷刷地望了过来 再看千千 他正笑吟吟地望着他 眼神中凄凉 哀怨 快味 兴奋 骄杂 波荡 柔声道 拓跋大哥 你不是说 盗走圣碑之后 便和我远走高飞吗 怎么现在才来呢 言语 柔媚 柔媚缠绵 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悲欢 交缠的喜悦 千千听见拓跋也传音之时 心中惊异欢喜 几乎便要爆炸开来 但突然之间又觉得说不出的酸楚悲苦 一路上的孤独伤心 为人所勤的委屈愤怒 当日被他所惧的追心疼痛都刹那之间如春水溃地倒住心中 当听他说好妹子之时 更是心中气苦 那种窒息的疼痛 又如利刃般侥心断肠 不可遏止 刹那之间 一切都变得了无幸违 自灵自虐的念头 竟然充斥心头 直觉地被万人错毁 死在他的眼前 也是说不出的快味 片刻间 那连自己都为之诧异的话语便脱口而出 看着拓拔也惊讶错愕地望着自己 心中悲苦欢愉 凄凉快慰 脸上笑容 越加绚烂 但忍不住又流下一颗泪来 厅中众人又惊又疑地盯着拓拔也 一言不放 浑身真气流转戒备 千将军突然呼了一口气 豁然起身 喝道 你不是鲁将军 究竟是何人 拓拔也 听若罔闻 只是愕然地望着千金 心中沉痛愧疚 寸疼 他终于还是没能原谅我 宁可赌气死在此处 也不愿被我救走 心中大痛 念力 凌乱四溢 那佩然真气也登时随之战报 吃得一声 护体真气被众人真气所击 立时绿光银银 无悔冷冷道 我正想 究竟是哪里来的高手 化身鲁将军 竟能将真气念力 收敛得点滴全无 原来就是你 这一路上辛苦了 那胖子使了个眼色 苍然声响 十二个将军 刀光盛雪 将拓拔也团团地围在中央 森森寒气直指他周身要害 于那护体真气 弹压吞吐 发出低微的痴痴响声 楼内真气纵横 在阳光中依稀看见 采幻之气 交错飞舞 窗外微风被真气所击 四下乱舞 灯时将眼前的数百盏 琉璃灯 搅得叮当坐下 拓拔也视若不见 按那心中难过之意 心道 浅浅性子倔强 倘若我一意劝他走 不知他还要说出什么话 胜出什么事端来 眼下只有两个法子 一个是强行将他救出此处 一个是证明他的清白 当下起身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东海龙神太子拓拔也 冒昧造访凤尾城 多有得罪 猛得将真气朝十二柄长刀击撞去 青光暴舞 那十二柄长刀苍然龙吟 满楼刀光乱卷 映得屋顶四壁光芒闪束 眼前琉璃灯 灯时又接连清脆作响 那十二名真兵将军特长 不再真气无功 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啊的惊呼声中 四下跌退开去 众人大害 那十二名真兵将军 听得龙神太子四个字 更是面上变色 一个月前 新任龙神太子孤身打败 百里春秋与水娘子 降伏东海凶兽 刘波溃牛 又率军大败水族三只强大水师 令横行汪洋的万年龟蛇 成了缩头王吧 威名远波天下 火族与水族夙愿以身 虽然与龙族亦不交好 但当日听闻此事 无不拍手称快 火族真兵耳目广众 对拓跋也三字 早已如雷贯耳 眼下听闻这少年 竟就是拓跋也 无不震撼 瞧他腰上斜插的珊瑚笛 那洒落不羁的仪态 果然与传言中的龙神太子相似啊 听那空桑转世所言 龙神太子竟是他的同谋 将圣辈倒现雷神 此中关系实在是有些一塌糊涂了 他楼下重兵 听得楼上声响都惊异的护望 不知是谁传令调度 当时寿司马鸣 潮水般的围兵四涌而来 将广场周围团团的围住 那猎侯爷虎目光芒四射 拍掌道 好厉害的闭目真妻 猎言有一件事不明 倘若阁下果真是龙神太子 不知怎会有如此强劲的木属真妻 拓跋也双臂一阵 将真兵服侍 碎裂振飞昂首而立 神采奕奕 微笑道 五族归属在其心 不在其真气 拓跋也有幸在汤谷 受牧族圣女空丧仙子恩惠 学得长生诀 所以才会闭目真气 他瞧那猎侯爷 坦荡爽朗大有好感 不想言语相欺 千千瞧着拓跋也 不动手足震退众人 身材飞扬 洒落倜傥 心中又甜又酸又苦 没来由的又是一阵难过 突然有些后悔 将他拖入此事之中 转个又想 这无情无义的乌贼 你又何必为他着想 牙根咬紧 心中抽痛 波绝快意 无悔冷冷道 这倒巧了 一个是空丧转世 一个是空丧弟子 难怪要将本族圣碑 偷盗送给牧族奸人了 他似是认准了千千 便是偷盗圣碑之人 听得俩人的身份与关系后 心中更是笃信不疑 语气森冷 浑身真气 鼓舞不息 似已随时准备出手 那两名火正兵 本想随之大鹤 但突然想起先前猎侯爷的 震怒之语 当时遗害 话到了嘴边 又吞了回去 只是重重的哼了一声 反手拔出火红的麒麟刀来 做事欲扑 拓跋也哈哈一笑道 在君子眼中 无人不是君子 在小人眼中 无人不是小人 他朝那猎侯爷抱拳道 空丧仙子两百年前 便与牧族恩断情绝 又怎会受益他人 献保雷神呢 眼下大慌无主 小人寄予 离间挑拨之事 还望谨慎明察 猎侯爷目光炯炯的 盯着他 见他坦然相望 微笑以对 一时沉言不语 虽然拓跋也瞧来 不似鸡鸣狗道之辈 但此事太过重大 那空丧转世 又改口承认 要听这陌生少年 一面之词 也太过草率 八郡主 淡淡道 公子既然 与此事无关 又是龙神太子 为何假扮 鲁将军 混入凤尾城中 破拔也看了 千千一眼 苦笑道 舍妹被人 乌以此事 所以才一路寻来 千千 抿嘴微笑不渝 仿佛眼前之事 与他全无关系一般 楼上众人 均是皱眉不渝 这般解释 实在太过牵强 比之那如山铁证 直如红毛飞絮 拓拔也虽然 舌灿莲花 机智善变 但此次尚不明事情 来龙去脉 对方又自视证据在手 先入为主 想要证明清白 实施大大的困难 无悔冷冷道 巧舌如黄 若你心中无鬼 何必这般鬼鬼祟祟 能习得长生绝 纵然不是木族 也有极大关系 给我留下吧 说到最后一个字时 突然拔身而起 红光如电 阳光耀眼 众人眼前一花 一道烈焰似的光芒 暴闪而过 炽热的狂风 真气 轰然席卷 眼前琉璃灯 被热气所击 历时吃的一声 奇奇点燃 叮当乱响 那各色光芒 在斜阳下 璀璨跳跃 绚丽刺眼 真气 赤烈灵力 力道之猛 极为罕见 拓拔也心中一灵 寸道 罢了 空口无凭 要想眼下 正名难得紧 现在千千禅离开再说 哈哈大笑 调用潮溪流 真气如海潮突胀 瞬息便极致右手 断剑 应声出鞘 白光一闪 自那红色光波中 疏然切入 这一剑 乃是水族的逆江流 是拓拔也在汤谷 从一个水族游侠处 学得的 以潮溪流的玉气方式 浮以崇尚变化的水族起见识 自然最为流畅自如 剑光如湖 真气锐利 刹那间便破入红光之中 突然扑的一声闷响 那断剑竟似被什么 极为强劲的犀利吸住一般 拓拔也闭上一锦 险些被潮里脱去 念力一领 仿佛有某件极为灵力的物事 朝自己急刺而来 大害之下 左掌拍出金足 至刚至猛的崩穴裂 青色真气 仙气一道波拉 狂飙突进 轰然巨响 两道气浪并生的巨大撞击力 方才勉强将彼此震退 拓拔也 借势抽出短剑 朝后击退 那吴回冷冷道 水鼠真气 原来 你还是水腰的探子 红袖挥舞 袍巾开出 又是一道 红光怒浪般 奔远而来 真气滔滔炽热 比之此前 竟还霸道三分 拓拔也心中骇然 这几日 连狱顶尖高手 这阴质冷酷的独臂人 真气之雄浑 武功之莫测 竟远在自己 欲辜之上 不及多下 双手握剑 陡然旋转 见光自下而上 席辽而上 光芒暴土 真气浩荡 如巨浪回旋 赫然便是 潮溪流中的 回朝浪 回朝浪将真气 化为三层 彼此推壤 层叠回旋 便是防范 被真气 远甚于己的高手 一下吸纳制住 气料 砰的一声爆响 拓拔也 只觉所有真气 都忽然倒卷回来 连带那汹涌 红光气浪 一起猛袭而来 大惊之下 历时 阴势力倒 宁神巨翼 将真气调度分布 灯时 如夜舞狂风 被瞬间抛弃 重重的撞向墙壁 千千忍不住 惊呼失声 泪水泉涌 心中说不出的悔恨 拓拔也 背脊 方浮处着墙板 立刻 调气背脊 如隔气垫 顺势向下 闪电滑去 那狂飙也似的气浪 轰的一声 历时将墙壁 破开 数尺大的裂洞 众人移了一身 见他 竟能在无悔 阴阳火 正尺下 借力消利 远离险区 从容逃逸 心中精益更深 但他试财那两件 分明都是 谁属武功 原属流畅 这少年究竟是谁 竟能同时 习得两族 至高无上的心法 无悔 目中 哑然一闪而过 独秀飞卷 一只三尺余长的 暗红铁齿 疏然而目 缓缓不尽 眼中 冷漠凌厉 直如浑身上下 一散出的杀气 他手中的阴阳火正尺 乃是火足神器之一 以上股阴阳磁铁制成 左面阴 右面阳 对天下所有兵器 及其卷隐的真器 均可以适其阴阳 自行反转变化 从而吸纳反推 随心所欲 威力极强 适才 以火正齿阳面 吸纳拓跋也断见 又以火正齿阴面 反击拓跋也 回朝浪 若非拓跋也 真器超强 随即应变 早已被反阵而死 列侯爷与八郡主对望一眼 颇为惊异 列侯爷拍拍扶手 转头望向那满脸微笑的胖子 轻轻点了点头 那胖子会议的威力合手 轻轻击掌 楼下那八名大汉 灯石狂风般飞掠上来 苍然脆响 八道蛟龙飞电般的刀光 击斩拓跋也 刀光血量 刀器更是炎热锐利 四下纵横 楼内满是酷热之意 这塔楼乃是以至极坚硬的轻木 涂以坚韧防火的不破胶搭建而成 极为坚硬 但被那八道刀光所击 历时应声裂开细小的痕迹 木痕上火苗跳跃不已 拓跋也凝神穿梭 护体真器 轻光吞吐 在刀光之间堪堪躲避而过 猎猴也朗声道 猎血八刀 踩玄冰铁与火焰石 在火山中炼成 刀破相连 可避不可断 阁下小心了 他对这陌生少年的来历 大感迷惑 又恐无悔出手 太过狠辣 便以自己护卫势态 但八刀仍极凶险 对他颇有相惜之意 忍不住出言提醒 拓跋也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多谢侯爷 从四道刀光中穿过 朝后翻去 那八道刀光越展越快 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 远远望去 八道刀光犹如一道 首尾相连 绵绵不绝 热烈智库的刀器 触着拓跋也 护体真气 痴痴作响 将它越破越厚 缩围在东边一角内 拓跋也脑中 已来不及想任何问题 只是根据念力 本能的穿梭躲避 竟连调气反击的刹那时机 也抽不出来 纵人远远的围观 越看越是精益佩服 那无回袖手旁立 冷伦地瞧着 目中也不禁露出惊讶之色 这少年竟能在烈血八刀的围攻之下 支持如许之久 毫发无损 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突然 拓跋也脚下一滑 安压一声 险些摔倒 两名大汉大喝一声 刀光交织电舞 左右开弓 朝拓跋也腰间斩去 吃的一声 绿色护体真气疏然破裂 刀光电斩而入 谦谦心中剧痛啊 仿佛万箭穿心 恐惧 后悔 悲痛 担忧 刹那决堤 哭叫道 住手 不管他的事 忽然之间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 经脉仿佛被瞬间冲开 双手一按 站了起来